她们都是冒蝶老人 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 诗词女神叶佳莹 用中国古典诗词给生命一字 有香的董事都是有沉住坏口 一代高僧 星云大师开示 心若放下 风轻云淡 明示你以后 能够想着开 看着开 倾听国学大家 楼宇烈先生的长寿秘诀 什么性格 做人 尊严 我虽然什么 我虽然小 我尽力了 感受艺术大家韩美玲 即使吞进一块铁 也能融化成动力的坚韧 文化大观园特别推出 老人言系列 第一集 星云开示 2020年疫情当前 大家共同经历着 这场世界性的灾难 医务工作者在前线 攻坚抗议 抢救生命 而在医务战线之外 各行各业也纵致成臣 曾经在我们节目中 做客的一些冒蝶老人 也在这个特殊时期 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佛教界高僧 已经93岁高龄的星云大师 就带领自己的僧众为世人祈愿 84岁的艺术家韩美宁 通过网络为孩子们授课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们文化大观园 在此特殊时期 推出系列节目《老人言》 星云大和尚 叶佳莹先生 楼宇烈教授 韩美宁大师 这几位德高望重的 文化艺术界泰斗 在面临生命困境时 如何从容以对 传统文化中 所蕴含的人生哲学 又如何给人们的类型 以安宁与智慧 能行能说的医生 如同父徒一样 可见直直的护士 如同滚影扑上 他们忙碌的声音 匆匆在病床之间 自卑为大家的父徒 痛苦的病人将生命静堪 交到医护人员的手里 伟大的医护人员将时间 清纯奉献给了病人 愿医护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人 都能复受名言 都能平安记下 这是新云大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为医护人员所送的祈愿文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蔓延之际 佛教界发扬着慈悲洗舍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祈福诵经 捐钱捐物 20世纪30年代 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的概念 倡导应该以佛教的道理 来改良社会 使人类进步 这激起了许多年轻有志的和尚 坚决改造佛教现状的决心 新云正是其中之一 1949年 为了救护不断增多的 伤残士兵和流离百姓 新云带领僧侣救护队 奔赴台湾 继续弘法救死扶伤 但就是这一趟未知的旅程 带着他飘洋过海 改写了他的一生 赶到台湾 人既胜既 一个人都不说 多了台湾 都救护了台湾 没有多数多死人 当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挂单的地方也没有 挂单的地方都没有 不说从哪里跑 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老户上 守护我 做他的秘书 帮他学高 就这样在台湾 后来 变扎支了 去搞个包子学文章 教授了 教授 生存下来 当时台湾的民众 几乎没有佛教的概念 老百姓虽然拜观音 但也同时会拜土地神 妈祖等等 一些佛教寺院 甚至神佛不分 在殿堂里供起神像 但好在有一些佛教信徒 很想听经文 学佛法 在与台北一山之隔的宜兰 几位在家居士会定期请高僧大德到此说法 星云便是其中的一个 然而 宜兰交通闭塞 经济条件更与台北相去甚远 凡是之前到过宜兰奖金的法师 便都喊着下不为例了 但是星云大师是个例外 在宜兰的北门口 有一座雷鹰寺 身材高大的星云 就栖身在低矮的大殿一脚 有时连腰都直不起来 有一次台风来 把原来的那个庙吹坏了 那么星云大师就重修一个讲堂 那么讲堂整个修建好了以后 大师就住在那个讲堂的那个楼上 那么在那个讲堂讲经说法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只有这么一盏灯 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 能够有一盏电灯泡 已经算是相当高级的就对了 那么等到晚上大家回去了 星云大师自己房间没有电灯泡 他就把大殿的那个电灯泡 用个竹竿把它这样拉进来 那拉进来了以后 因为房间还够不到 就刚好在那个走廊的外面 所以大师就把这个裁缝机 拿到外面来办公读书 那么甚至于就在那边写作 那么就这样子靠着这一台缝纫机 你看写的释迦摩尼佛传 写的玉米国师 佛法随着星云和他的歌咏队念佛会 逐渐走进了越来越多的百姓家里 这个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 又为人热忱的年轻和尚 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我记得有一次 那边的那个心情也特别地激动 所以就写了一首歌 就是叫《红法者之歌》 星云大师从马竹遍野 人迹罕至的高雄偏乡发迹 披荆斩鸡 红法度众 到今日 佛光山在全球有两百多间道场 星云大师常常和世界上的 和其他宗教进行对话 他发现 基督教的教堂 遍布在街市里最繁华的地方 他的成功之一就是入世 星云大师认为 现代的人间佛教 应该积极利用报纸 杂志 广播电视 美术展览等等形式 调动人们六根的积极性 来弘扬佛法 将佛教带出丛林 走进人间 走进人们的心里 佛教从此不再是远离人间的空教 有人跟我说 佛教的第一意 根本意 是缘起性空 甚至过去我读一些书 也有很多人说 佛教就是空教 就是要堪破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空 那么这就会生出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困惑的 既然是空的话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人生还有必要去奋斗呢 他不了解空 这个空就是有 空就是有 茶壁不空 你怎么能放茶放水 对 房子不空 我们怎么能在这里 举起讲话 壁空不空 不呼吸气 人怎么能失控 就憋死了 对 肠胃不空 怎么能健康 对 肠道不通 口袋不空 前放到那里 空是尽是油的 空即是射 空即是射 空即是油 油 这个是高等的油 对 我们认为制作的这个油 有的时候你死的 是独占的 这个空是长远的油 长远的油 这是我想起老子说过的 当其无有其用 是吧 就是一个房子 里头不空 这个房子肯定是不成立的 是吧 然后任何一个器皿 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茶杯 如果中间不空 它作为一个器皿 也是不成立的 虚空 里面才有万万 对 而且您刚才也说的这个舍 我们说舍得的舍 这个舍 我们当然做动词讲的时候 就是把东西舍出去 其实做名词讲 也是空 就是空房子的意思 因为空 有空地 我才可以重振 有空地 我才可以去房子 空中是没有油 对 不空就没有了 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对空 要做一个积极的理解 而不是做一个消极的理解 所以过去人误会这个四大借口 其实不是 四大借口就四大借有的意思 在生活中修行 在待人处世中体会佛法 这正是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 因此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 也被称作生活佛教 生活佛教 拉近了普通人与佛教的距离 这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佛教可以与时代同步 佛法给现代人的心灵 带来如此多的益处 您曾经也说过 就在佛教的修为中间 忍耐其实是极其重要的一种修为 那么您把这一点看得好像很重要 忍耐就是一个担当 能担当 能认识 是一个智慧 这个人呢倒不是说 能挤人物 能能能热 我们要生存 我要生命 我要活下去 我命令这个 无限的这种 无边的这种 社会世界 我自己本身 我要有智慧 认识 对 但是这些东西 我能接受不能接受 我能点的不能点的 我能负责不能负责 我能不能化解 这都是靠我这个 人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所以您说 忍其实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要修行 它就是学成这种 人的力量 你像小孩子 你稍微大声一点 他就哭下来了 对 有力量的人 你骂他 甚至微笑着面对你 他有力量 对 行为 这就是人的力量 这个认 当然有层次 这个有点的口罪不能认 口能认 不过面孔不高兴 到了最后面孔也能认 很微笑 我心里不高兴 到最后心里也能认 所以能一口气 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所以这个时候的人 就是不仅仅是一种力量 它是一种智慧 就是最高级的人 实际上是在一种觉悟 在一种智慧的基础上 才可能成立 就才可能真的做到人 这种人就是包容 实际上真的包容 化解 化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都是茂迪老人 以悲观的心情 不乐观的生活 诗词女神叶佳莹 用中国古典诗词 给生命以滋养 有效的懂事 都是有沉住坏口 一代高僧 星云大师开示 心若放下 风轻云淡 明示你以后 能够想得开 看得开 倾听国学大家 楼宇烈先生的长寿秘诀 感受艺术大家韩美玲 即使吞进一块铁 也能融化成动力的坚韧 文化大官员特别推出 《老人言》系列 第一集 星云开示 星云大师说 救人是正道 这一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国际佛光会 与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 联合进行口罩救援行动 全球运转 日夜接力 紧急调度 把百万个口罩 在一个星期内 送抵战役一线 佛光人的救灾工作 从来不分宗教 种族 国家 政治 及肤色 这几十年来 举凡有灾难的地方 都会看到佛光人的身影 星云大师 一生所倡导的人间佛教 已经点亮了海内外 无数信众的人生希望 佛光山 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文化 弘扬佛法 以慈善 福利社会 以共修 净化人心的宗旨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佛教也可以如此的现代化 佛法给现代人的心灵 是多么大增弊益 如今 星云大师已经93岁高龄了 却仍在弘扬佛法 广结善缘的道路上 不曾停歇 2016年 一尊有着1460年历史的 释迦牟尼佛佛首 流离在外二十载 几经波折 终于回归大陆 促成此次今生何必 并一路护送佛首归来的 正是星云大师 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佛神 应该是佛徒神统 广大 犯了无别 他为什么给人家剧断 对啊 也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说佛为什么 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或者不能惩罚 这些不孝之徒呢 你这个想法 是不是很正确 我们要知道 这个佛的神细 一个是叫有相的 对 一个是叫无相的 有相的东西 都是有沉住坏口 对 你说木头把它剧断 这个磁漆的光子把它打破 这很自然啊 对 九二一大地震 是死上很多人 我的徒弟当中 也认为是文学博士 他说师父啊 他这一次这个地震 我们这个佛教整灵感 他说你买的那个 酱油里面那种 一米都高的飞翔啊 在某某人家败啊 他说那个地震啊 他从上面倒下来 翻一个声他一站起来 这个地震啊又在开始 他又倒下来 他又再站起来 他说这是不可思议啊 我听了一个 我说你也是味道吗 你也是邪剑吗 这个木头的弗像啊 这有形的形象倒下来 很滋润啊 不倒站起来 只是不滋润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符像啊 给人去端拿来去卖 这是有像的 有像的 这是和智能的 所以不对了 这个就事件事嘛 对 但是符是无像的 是无像的 对 无像的就等于虚空 相信我们这个方向的 这里也是虚空 你用倒可以倒 虚空会给你看多吗 看不断的 虚空会给你破坏吗 不会的 对 所以这个父神 有像的父神 虽然看多呢 法神不会看多的 对于这个我们的信量 要振兴 要这么理解 才是正确的 对 当时已经近90岁的 星云大师 为了佛守的回归 而奔走于两岸 他曾说 要创造人生的300岁 而这一目标 在他80岁时 就已经完成了 我想活到八十岁六十年 一天说五天的事 五六三不就三百岁了吗 对 不过八十岁以后 人生应该活到差不多了吗 这个现在八十岁 我都经历九十岁了 这个十年来可以说 多佛的时间 这个是意外的守候 不过人生 活着也不必要相思嘛 这个失入亡 也不是什么不好 深思 但人处置很自然的事情 一切由他去吧 对 大师在2013年的时候 也其实对这些东西 都已经交代了 是吧 您出的这个评审 有话要说 在最后这一篇 第四十篇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对福冠山的所有的 常驻 信众 已经都做了一个交代了 是吧 这个你要知道 我叫做评审 因为我一审 是我的家事 应该的教育 我也是没有买过东西 我没有破过 不货公司 商店 我可以说没有 要的这个欲望 我没有谈求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 是我的 一切都是大家的 包括我这个人也是大家的 所以因此 我就自教我是评审 不过 凭而不凭 我这个在景前 我这上谁不拥有 但事实上我的人员到处 大家都是都好朋友 对 都是信徒 都是护发 都是攻得住 甚至于我这一生呢 除了人员以外 我新移民 叫做世界都是我的 对 虽然一无所有 但是拥有全世界 我眼睛看到的 我是父的眼睛 这个世界都是父的 我耳朵叫做我小父是父的耳朵 所有的声音听来都是父的声音 所有的事情做的都是 或者父的事情 我觉得人的心中有信量 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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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信量 层次 从幼儿园 小小 抽中 高中 大小 少死 不死 对了 能可以 臣服的道路 一扑一扑 这些城市区 真的达到目标 人生很幸福 这也正是新云大师 在《贫僧有话说》中所讲的 虽然出家 注定要牺牲享受 但其实 无人也享受了牺牲的妙乐 我觉得 在佛法里的禅乐伐喜 就已享受不尽了 然而 尽管新云大师一生 聚众有方 但他又却说 事实上 他的内心非常孤寂 曾经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这个心 清明万花 这个有时感觉到 内心 寂寞 寂寞 孤独 不能说没有 不过我的心里的寂寞 孤独 不是说 我们有紧钱 我们有爱情 我们有什么不是 感觉到这个 但是 更新的地人 在这一切 我们有什么 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 担心吗 然后 我们有什么 渐渐 这些需要 帮助 我们有什么 终于 帮助 我们有什么 危惠 我们 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